小朋友的心念最纯真 来看到马来西亚新山茨基幼儿园的小朋友 圆满吃素30天 不少人反应还要继续吃素 完成围棋30天的吃素行动 小朋友们排队领奖状 蔬果护照活动结束 还要继续吃素 我要吃更多素 爱吃更多素 为什么你要吃更多素 因为我的爱更多素 我爱更多素 爱更多素 还要继续吃素 因为如果你吃肉 要砍多多素 动物全部被我们杀完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没有地球了 如果我们吃素用泥土来种蔬菜 我们就有更多的空气 还有吃了蔬菜 我们会有很多营养 明白吃素的道理 一系列教学 从游戏中快乐学习 怎么样去对大家来宣导 素食的概念呢 那小朋友就会讲到说 我们来做一座海报 顺着他们的概念 他们的兴趣 再去引导他们 说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做这个宣导 相信在孩子的脑海里 他们就是有那种 无限无限的创意的思想 正确的饮食选择和态度 也让孩子懂得 尊重生命 保护环境 戴一新闻 这是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导